来我们先看一下大屏幕 了解一下基本的情况 请看 我和她在一起快一年了 两人感情也挺好的 可她妈妈一直不同意我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我妈承受管我挺年的 但这次我想为我们努力争取 希望她能阵性我一些时间 她妈妈不仅挑剔我的工作 甚至还怀疑我和她在一起的目的 她这么想我我很伤心 我也不想失去她 但加在她跟我妈妈之间 我也感到挺为难的 我们的恋爱不是我们两个人的事 现在我完全看不到这段感情的希望 男方的母亲怀疑女孩是别有用心 看来这女孩还没有真正走入这个家庭 就已经遇到了未来婆婆和自己的大战了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来让我们有请两位嘉宾 男嘉宾小杨27岁来自湖南个体 女嘉宾小刘24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舞蹈老师 有请两位 有请 母亲不同意 是吗 原因是什么 我妈妈给我物色的一个老同学家的一个规律 然后她觉得各方面比较适合我 又比较非照顾人 性格又比较温柔 她就叫我跟她去见面 然后我就跟她见过几身面 在没跟她确定关系之前 我偶尔发了几次信息聊了几回天 跟她确定关系以后根本就没联系过 如果没有关系 她妈怎么会把她带到家里面去呢 就是我一进门嘛 就看到就是她那个相亲对象 跟她妈在那聊天可开心了 还跟我见面说 那才是她女朋友 我只是她的朋友 我当时就傻了 我就跑出去了 你也知道那是我妈妈给我找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你知道我这一年做了多少事情吗 我就想就是让她妈妈高兴 没事的时候我就提搭的东西水果呀 还有偶尔买些护骨品嘛 去看她妈妈 但是她妈妈就是对我爱理不理 我妈妈非得要 她非得就是觉得那个女孩是适合我 我跟我妈说 我说我没跟那个压根 没跟那女孩在一起 我现在有了喜欢的 她说不 那个不适合你 我不想要跟那样的 我说你又没了解过她 你就现在跟说不适合我 而且她妈妈很刁难我 就是如果说我要跟她结婚的话 就必须答应她三个条件 什么条件 就是结婚之后 我得马上生孩子 然后房子 车子 还得写她的名字 就是结婚之后 所有的家务活还得归我干 我自己在家 我妈都舍不得让我做事呢 一到他们家 就成他们家保姆了 你说这我怎么能答应 而且我现在我的工作 她必须要我换掉 而且也不能到他们家饭店 去做事 你答应了以后 家务活我干不行了吗 那个这些 我们以后慢慢慢慢地 去做同我妈妈的工作 而且我每次都是为她好 因为她本来就偏胖嘛 我带她去体检 医生说她血脂高 可能她又熬夜 然后又喝酒啊 嚼槟榔这样的 我劝了她不听 我想让阿姨就是一起帮我劝劝她 但是阿姨你知道怎么跟我说的吗 你要嫌弃我儿子就趁早分手 就你不喜欢她 多的人喜欢她去了 就说这样的话 我当时实在是太委屈了 我就哭着出去的 你这个表情 这又摇头又又 什么意思呢 我现在是夹在两个人之间 我现在是 那个是妈 这个是我喜欢的人 我现在就觉得我 好难哦 而且我觉得她对我们两个 她没有做出什么努力 我怎么没有努力过 她老师说她妈很喜欢我 你知道吗 就是说这样的话 我就以为我自己做的不够多 这样的 然后我就想让她就是了解我嘛 多多了解我 要她带她妈到我工作室来看看 就我是一个上进的人啊 是不是 但是她也有一个舞蹈工作室 对 我当时真的排练 很多学员嘛 还有很多同事都在那里看着呢 然后她妈基本就说 这男的女在这干嘛呀 衣服穿那么少 这哪在跳舞啊 这像什么样子啊 你这脸着嘴什么意思呀 我想说的是她老年人嘛 她思想不一样 她觉得你们看着 现在我太性感了 她受不了 不是说你不好 只是说你的舞蹈 我是觉得现在做什么事情 我现在看不到希望 我觉得没有未来 这个姑娘想过要嫁给她吗 在没有出现妈妈等等 这系列的矛盾之前 想过的 没想到她妈就是这么反对 妈妈今天来了是吗 来了 上来咱们聊聊啊 到底家里怎么回事啊 这个就这么不赞成儿子选的对象 因为我的儿子从小嘛 是我们带大的 我们是做生意的 是不是 儿子我们也看得很重的 因为我们在家里 给她找了一个 自己的朋友的丫头 是教小学的 我看着她从小长大的 是吧 我也知根知的 她和这个女的谈的时候 她是一个跳舞的 我不喜欢 为什么不同意是跳舞的呢 我儿子带我去她的 跳舞的办公室去看 是吧 我推开门一看 哎呀 那个男的呀 女的呀 就是你牵手 我牵手揉揉抱抱 讲什么呀 你们跳的是什么舞呢 独皮都打出来了 那是跳舞吗 拉丁爵士这样 我找儿媳妇 我不会找这种儿媳妇的 我找儿媳妇要找 在家里您照顾我儿子 您做的事 带着小孩就可以了 他跟我儿子 一跑到我店里来 说来帮忙 不是看看我们的账 就是收我们的钱 他要是来帮忙的 怎么桌子不收 卫生不搞 怎么就一来就收钱 好像成了在家的 那不是有缘工吗 要花干嘛 我只是偶尔收了 因为我去的时候 别人就说买单了 我就收了一下钱是不是 如果说我图他们家什么的话 我自己现在有经济来源 我自己能独立 我自己开工作室 我图他家什么呀 我觉得这样说 那你为什么 有其他事不干 为什么来了就非要收钱呢 他那天 他那天我妈就跟我说 就是你一跟他谈 你的神都变了 你从来都不和我顶嘴 你现在嘛 有生活都可以和我顶嘴 现在还没结婚 他说你就这样 那就姑娘给你顶嘴嘛 阿姨 我很少跟他说话 因为我不喜欢他 你想他 他怎么会照顾你啊 他你还没进我们家门 你就是唠唠叨叨叨 又是胖呀 怎么什么的 还没来就嫌信你 我不会赞成你们的 自然我也不信 他的国心我也不喜欢 你没了解过他 你说他个性怎么样 你现在能说出来吗 你了解过他了吗 我怎么不了解 你没人没和他讲的时候 我说什么 你从来不和我顶嘴 你现在装着光是这么大的 这么多人的面 你都跟我顶嘴 我不了解吗 就了解了 你都变了 跟他结婚了 我就一个儿子都没有了 理解理解理解 来来让这 让女孩跟你说两句 来姑娘说两句 去跟阿姨说 阿姨她要我答应那三个条件 我肯定是不可能答应的 现在我沟通也没有用 我跟你说 你原来答应我三个条件 我还可以考虑考虑一下 你要是现在答应我三个条件了 我也 为什么呀 他现在都提出 跟我儿子要分手了 你说分手 巴布林带我们要分手 我当时看到那个女孩在那里 我就走了 我觉得我要分手的 这个女孩就是我喜欢的 就是我从小看她长大的 没问题 阿姨不好意思 人家那女孩 知道她俩现在在谈恋爱吗 她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听明白了 妈妈心中有一个标准的儿子 所以我做的 这一年我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我觉得认谁的妈妈 都会觉得我是真心对她儿子 对不对 给阿姨买护肤品 就经常去看望她 给阿姨买护肤品 阿姨你高兴吗 这个收礼还是高兴的 算得分析是分析 是不是 一码是一码 收礼还是开心的 但比阿姨买护肤品 东西我烧 但是人我退 是不是这个意思 交朋友可以啊 但是我不容易到我家来做戏 我觉得 这个女生在场上 开口闭口都是称阿姨 而且女生呢 除了在礼节方面做到了之外 也确实没有什么所谓的 我们所认为不好的事情 但是阿姨您作为德高望重 这么大年纪 家庭生活条件也还算不错 应该知书达理 但你开口闭口 我不喜欢这个女人 甚至说话的时候 也是拿眼睛去撇别人 我认为这很不尊重 不像是您这个年纪 应该做出的礼仪 你可以很礼貌地说 我不希望她们俩在一起 总而言之我不支持 但你不能在台上 对她是这样的态度 你可以反对 这是你的权利 但你不能不尊重别人 姑娘我再问一下 阿姨我没有看到松董 如果经过我们一番专家的 指点之后 还是不能松动 你准备怎么办 只要阿姨能够接受我的话 我当然愿意 继续跟她在一起 你如果是我的女儿 我只有一种冲动 马上把你带走 你有自己的工作室 你独立自主 长得也还算不错 为什么要在这儿 受到别人的不尊重呢 所以姑娘 自己要考虑清 经历老师们怎么说 阿姨您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入丘比特问卷 阿姨 那个女孩人不错吧 不错 您就把那个女孩 认作干闺女 是做亲生女儿一般 你问她 那个女孩愿意接受 对啊 三个条件 她找了一个男朋友 男朋友她妈 也通情达理 就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 过来以后尽快生娃 二 过来以后 对不起 房子和车 都得是那男人的名字 家务活 你的义女 你的养女都得干 三 那个女孩 现在的工作不能做了 但是也不能参与 那个男人家的工作 再找一份工作 因为那个妈 不喜欢你养女的工作 这三条件 您作为一个母亲 能接受吗 但是 但是人家喜欢的话 不会提那个要求的 就是因为她妈妈不同意 就提出这个要求的 所以这三个要求 并不是说合情合理的要求 对吗 只是因为不喜欢 所以刻意刁难 提出了三个 你绝不能接受的条件 于是就罢了 对吗 是 就想她自的而退 您还是很诚实 我觉得阿姨 咱给她鼓鼓掌 咱也给她点个赞 她最起码成了 我提的三个要求 是不合理的要求 接下来我要说的话 其实您知道阿姨 您也当初嫁了人 给人家做了儿媳妇 您抚养儿子不容易 同样将来这个女孩 要嫁给你儿子的话 也要做您的儿媳妇 将来她也要做婆婆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将心比心不行吗 别说您异女了 当初您的婆婆 给你提出这三条件 要赶你出门 你能怎么样 我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 您看我们主持人怎么样 他很好啊 他哪好 他应该当主持人的 成天抛头露面 他们也不多吗 我再问您问题 您家是做生意的 对不对 我觉得做生意家的儿子 不能要 无伤不坚啊 这还是一个 根据他职业和爱好 就能判定他好坏的年代 阿姨 所有的要求和道理 您自己心里都站不住 我知道 为什么你还这么嘴硬 就是要这个面子 当然要面子 咱得讲理子 咱得讲道理 妈妈 我可不可以跟你讲一件事情 其实今天不是要找你麻烦 其实妈妈 我觉得你爱儿子 天下父母亲啊 谁不爱儿子呢 你希望你儿子幸福 对不对 对 好 刚刚有一句话 你说了好 就是说 你转过来说 你怎么现在跟我顶嘴 你以前都不顶嘴 他真的不顶嘴吗 他从来没有顶过嘴 为了这个女人 跟你顶嘴 是不是 是 那你是宁愿 他现在跟你顶嘴 还是他听了你的话 有一天 他非常的不幸福 非常的生气 那时候在跟你顶嘴呢 我还跟你讲一个小故事 好不好阿姨 我认识一个有钱人家 他们有四个儿女 这四个儿女 都是他爸妈安排的婚嫁 但是我要告诉你 经过非常多年 这一家人我认识 四个人没有一个幸福的 最后他们纷纷回去找他的父母 是当初为什么要为我安排 这样的一个婚姻 他们现在每一个人困难重重 怨声载道 而父母非常的后悔 当初他们没有尊重孩子的意愿 举个例子 他现在真的跟着那个女生结婚了 有一天他不幸福 请问你负责吗 肯定每一个做父母 肯定算儿女也快乐啊 好 谢谢 那不一定找这个就是快乐 找哪一个就是不快乐啊 不是啊 这个要让他自己去发现 自己去承担 因为这是他的人生 不是你的人生 他的人生 自己他找的 他自己负责 有一天他不会怨你 今天他已经开始怨你了 等到有一天他真的很不快乐 不幸 他会真的怨你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你这个母亲做的不值得 我要对儿子说一句话 你现在要解决一件事情 你要去找你妈妈最喜欢的那个女生 去跟她谈清楚 带她回去见你妈妈说 你们两个不是一对 你不爱她 她也不爱你 请你妈妈不要再做这个幻想 你有你自己幸福的抉择 你可以办得到吗 可以的 你要让你妈妈很清楚知道 不要再把梦想放在这个女生身上 因为你对她没有感情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这一点你要硬起来 我觉得你对你妈妈非常的柔软 你非常听话 很好 但是如果这一生你要硬一次的话 就这一次了 要为你的幸福争取 要捍卫这个女生 然后我要对女生说一句话 妈妈如果不喜欢你去她饭店收解 你不要再去了 尊重妈妈 让她不要做她不高兴的事情 你妈妈 这个妈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继续送她 复服产品 她蛮喜欢的 她刚才笑了 你继续送她的礼物 收服她 整服她 但是我跟你讲 不要觉得委屈 因为妈妈 她没有恶意 她就是爱她儿子 但是你要让妈妈看到你的优点 你不要与她为敌 你要以柔克章 我很不能理解男方父母在这个场上的趾高气昂的那种行为 一个母亲首先是个女人 同时也是父母 她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别人父母的感受 如果今天是你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这趾高气昂这样对待他 我相信你会很难受的 因为你的儿子没有受到尊重 间接的也没有尊重到别人的父母 做人得要将心比心的 但是你没有 你也是个母亲 你想想她的母亲得有多难受 我的女儿做了什么 要被别人这么瞧不起 当贼一样绑着 还要到你们家去做保姆 我的女儿不是十月怀胎生下来的吗 我说句难听的话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坐在这儿 就你们两人的外形条件 男生是差一点 再就个人能力 女生其实做了很多去公关的工作 其实做的比男生要多 她也比她强 情商也比她强 再论工作 人家自己成立的工作是 你在家里做自己家里的生意 人家比你独立 比你强 样样都比女儿走 再说第二 任何的婆媳之间 关系不好都有一个共同特质 男人太弱 如果她独立一点 不做家里的生意 我们自己租房子 妈妈还有什么话可说 21世纪最大的谎言就是 天下不是的父母 错 父母就是会有错误的 你不用跟她去抵抗 我不做家里的生意了 我自己出去 我跟她单独 我要保护我的女人 但我也不对我的母亲不尊重 你做了什么 如果你的儿子碰上一个表面上顺从你 听你的话 背后里把你们家的钱全部烧走了 而且还挑拨你们母子之间 像个敌人一样 你才叫真的到了八辈子大美了 你想想看吧 这个男生其实挺老实的 基本几乎被母亲管的 已经没有什么能耐了 他很容易碰上那种女生 最后把他们俩离间的一塌糊涂 但如果真的找到那样的一个女生 你怎么办 所以从某个条件下来说 你的儿子这辈子就做了一件对事 就找了他 而没有找那样的女人 所以说有些事情 上半夜想想 下半夜想想 妈妈应该考虑一下 这个媳妇 其实挺老实的 你无非是下不了台 觉得自己最失败的莫过于自己 一直以来养的儿子 却听了别的女人的话 但我想告诉你 你儿子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台上 对你还唯唯诺诺 那是因为心里有你 跟很多无法无天的儿子比起来 早就带他私奔了 你能拿到怎么样 你能跟他脱离一母子关系 所以不要那么决绝 给自己一个台阶下 不要那么死撑着了 否则的话 你是自己把自己 架在火山口 小伙子 你要去成长 成为一个能在家中立得住的男人 妈妈自然会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的选择 姑娘多少有些气馁 但是没关系 你是一个独立的好姑娘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你 就像你男朋友说 我都不用问他爱你什么 但你值得仁爱 所以接下来 看你们怎么说了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知道 这段时间委屈你了 我想说的 你心里有我 我一辈子听我妈妈的话 成小大大 但这次我真的就想自己做主 我妈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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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阿姨休息一下 我们来看看两个人 她们的浪漫时刻 有请小花童 我们一起来见证 两位年轻人的浪漫吧 妈妈 您是见证人 来吧 就你句话 我幸福 轻一个吧 轻一个吧 真的好幸福啊 来吧 这是我们 因为是专门为爱情保卫站 特别剧作的 白色恋人系列 希望好好的保养自己 也保护你们的爱情好吗 走走走 都好 阿姨 你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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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拿着吧 也好好保养啊 女人都要美美的 好吧 来 姨佳登口 好 我们你开吧 多好啊 来来 妈妈 阿姨